三百五十万年前,它还是一片辽阔的海洋,一百年前却成为了公认的死亡之海,它就是神秘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33万平方公里,沙丘绵延一望无际,这里平均粘降水量不超过100毫米,最低只有45毫米,而平均蒸发量高达2500到3400毫米,被称为生命禁区。 而就在这茫茫沙海中,中国科研人员却把绿色植入了沙漠腹地,让沙漠也拥有了皮肤。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您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中国处于与沙漠化斗争的最前沿,在中国,沙漠化土地从东北经华北到西北形成一条不连续的弧形分布带, 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大,分布广,受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新疆是中国荒漠化,沙化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省区,也是中国和世界上荒漠化和沙化危险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因此,新疆的土地荒漠化及沙化问题,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目前,制沙的几种主流方式都各有缺点,一,机械固沙,成本高,易损坏,二,化学固沙,不环保,寿命短,三,植物制沙,成本高,有限制。 治理沙漠化必须要有新的思路,解决防沙、制沙和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推广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加速成果的转化利用。 随着人们对生物结皮研究的不断深入,一种治理沙漠化的新技术,藻类制沙固沙技术应允而生并经试点应用,取得了良好的固沙效果。 该技术提供了一种利用荒漠藻类快速固定流沙的方法,具有快速、高效、持久的固沙成土和增肥效果, 适宜于全球干旱、半干旱地区流动和半流动沙丘的固定和成土过程。 在荒漠土壤表面人工形成一层或几层藻类土壤结皮,从而改变荒漠土壤一样成分。 微生物群落及微生态循环系统最终达到改善荒漠土壤、固定荒漠土壤、氯化土壤的一种新型无染无公害的全新环保技术。 茫茫沙漠中滴几滴水就可以看到一片黑曲曲的可能已经干了的植物在几秒钟内由黑变绿,迅速斩液复活,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几乎没有人会相信。 中国科研团队用科学研究揭秘了这一事实, 那片黑曲曲的可能用手一捏就碎的东西,被称为生物土壤结皮, 它像皮肤一样附着在沙漠表面。 研究表明,因为这层结皮的存在,哪怕是遇到十级以上的大风,地表都不亦气沙, 被形象地称为沙漠的皮肤。 沙漠皮肤不仅像人的皮肤一样可以进行呼吸排泄生产, 维护着荒漠生态系统的稳定,还可以变色。 在干旱缺水的状态下,显类植物处于休眠状态,呈黑褐色, 一旦遇到可利用的水分,便会在几秒钟内迅速舒展叶片, 由黑变绿。 另外,有研究表明,荒漠显类植物湿水率98%也不会因缺水而死亡, 干而不死,死而复生是它们的又一称号。 这层皮肤高一毫米到五厘米,有平的、皱的、黑的、黄的, 虽其貌不扬,内里却大有乾坤。 既有单细胞生物,也有多细胞生物,既有丝状的,也有团状的, 还有更高级的,具有根精液分化的植物,比如苔藓等。 科学研究证明,草类作为一类在生物进化史上, 具有特别意义的生物类群,在荒漠化综合治理方面, 具有特殊的作用。草类作为拓植生物, 不仅能在多数生命形式无法生存的严酷环境中生长和繁殖, 而且还以其特有的生活代谢方式影响并改善着自然环境。 草类生物洁皮在防风固沙,防止土壤侵蚀和改变水分分布状况等方面,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覆盖着全球12%左右的地表, 每年能够防止释放约7亿吨尘土, 等于减少全球尘排放55%, 可以称得上全球干燥和极寒地区治理土地荒漠化的灵丹妙药。 涅西利生物制杀研究所成立于2014年, 是一个集新型藻类制杀研究技术推广、 技术培训与技术服务为一体的科研所, 也是全国唯一的藻类生物制杀研究所。 研究所研究人员从2009年开始对塔克拉玛干沙漠土壤进行了系统的生物学研究, 并发现沙漠土壤中仍然存在着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的沙漠绿藻绩细胞。 到目前为止,公司研发人员从塔克拉玛干沙漠沙土样品中成功分离, 纯化得到了1000多种藻类品系, 已顺利完成了9个采样点中7个采样点的沙土样品收集与GPS定位工作, 期间几乎绕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两圈。 对沙漠绿藻细胞的生物学及营养学研究发现, 该类细胞不仅具有独特的营养特性, 而且其生物学进化地位也处于很古老的发育阶段。 充分说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曾经是一片辽阔的海洋, 当时的海藻随着海洋的消失逐渐进化成为如今的沙漠藻。 沙漠绿藻的生命力比普通淡水绿藻或海藻强很多, 是因为极度恶劣的沙漠生存环境, 使得沙漠绿藻细胞具有了很特异的成分及其功能。 一,沙漠环境自然缺水, 沙漠绿藻细胞必须要积累高活性的CGF才能生存。 二,沙漠中阳光照射很强烈, 沙漠绿藻细胞必须积累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才能避免被辐射氧化。 三,沙漠中降水量很低, 沙漠绿藻细胞需要积累大量的包外多糖, 才能有水的时候吸收尽可能多的水分, 而延续其生长繁殖。 四,沙漠的温度高, 沙漠绿藻细胞必须要厚, 才能有效预防过多的湿水, 恶劣的生存环境成就了神奇的沙漠绿藻。 总体来看, 藻类生物质沙在沙漠化治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于 一,快速形成土壤结皮, 从而遏制土壤进一步沙漠化。 二,沙漠藻细胞代谢糖类分泌物, 可以使土壤有机物含量增加。 沙漠固淡藻, 使得沙漠土壤的淡元素急剧上升。 经过藻类生物质沙的, 沙漠土壤将具备高等植物生长的营养条件。 生物质皮中, 细菌、真菌、 衣地和苔藻植物的地下菌丝和甲根能够粘结土壤颗粒, 并形成结构稳定的有机无机复合层, 从而改变荒漠化土壤表面单一, 云质松散的原始状态, 使土壤表面趋于固定化。 生物质皮有效地减小了风和水对荒漠化地表的侵蚀, 从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荒漠化进程。 因此, 荒漠化治理工作中, 生物质皮的出现和发展指示了流动沙地, 向固定和半固定沙地转化的重要阶段, 可被用作生态环境健康评价指标。 通过藻类质沙对土壤的固定、 保水、增肥、 进地面层、热状况和全球气候变化都有重要的作用。 藻类是沙漠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可以适应高温、 PH值和炎度、 降水少、 强辐射和干燥等极端环境条件。 沙漠藻的直升改变土壤中的物质循环, 增加其中的碳氮磷的含量, 促进了土壤一氧微生物的生长。 沙藻土壤含有很少的结合钛氮。 藻类本身的生长为土壤提供氮圆和碳圆, 对土壤改良有重要作用, 提高土壤肥力, 增加土壤的水分, 利用沙漠藻既可以保持水土又可改造环境。 藻皮截皮可以阻碍地表氢流的流动速度, 使水分能够得到充分吸收, 增加土壤水分的含量, 可以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 以魏江春月市为组长的鉴定专家组, 一致认为, 藻类制沙固沙技术能够有效固定流沙, 并创造性地将藻、草、灌、桥相结合, 以修复重建荒漠生态系统为目的, 开辟了沙漠化治理的新途径, 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 这标志着藻类制沙固沙技术的正式形成, 藻类制沙固沙技术与传统生物固沙措施相结合, 具有互相促进和互相弥补的作用, 可以大大提高固沙效果, 是一种有效的制沙新技术。 从国外的报道来看, 关于藻类制沙固沙技术的应用研究和工程化实践仅限于中国, 并且在中国内蒙古地区已经开展了, 利用荒漠藻、人工藻、洁皮治理沙漠的较大规模的推广应用。 就目前而言, 中国在荒漠藻人工截皮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方面, 应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想了解哪些中国制沙技术?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小编。 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